你没有看错 猴哥躺在火堆上安静的睡着了 梦里他正蹲在三味真火旁烧烤 殊不知他自己正在被黑子哥烧烤 即将成为黑子哥的午餐 这里是非洲哈扎比原始部落 是唯一一个名叫哈扎比的非洲部落 部落的男人每天睡醒不是在打猎就是在打猎的路上 他们从来不用带水杯 渴了就趴在水坑上直接喝水 要是碰上干旱的季节 还能从面包树的树洞取水盒 男人在外打猎采蜜 女人也不会闲着 他们将木棍做成铲子 在山上挖类似木树的根莖 根莖削皮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 也可以碾碎煮熟在世 哈扎不落没有大米 除了打猎得到的肉之外 这就是他们的主食了 你可以怀疑他们懒惰 但是不能质疑他们土地贫瘠 只要有我们中国人一半努力 他们就不可能贫穷恶肚子 取出猴哥尾巴的骨头 取出上面的肉 穿在真皮大衣上 就是一条真皮吊带 不仅持久耐用 而且还是一个漂亮的装饰品 很快猴肉就外胶里剩 黑子哥塞入嘴里大块朵胰 肥肠黑子哥也不舍得浪费掉 处理干净回到部落 还可以煮一锅猴杂汤 随行的猎犬饿得瘦骨鳞逊 也只能吃黑子哥不要的大肠 稍作休息后 黑子哥就拿着剩下的烤肉赶回部落 此时他们还不能停下来休息 每一个人都必须检查好自己的弓箭 确保第二天狩猎的时候不会出问题 锋利的弓箭是他们获得食物的保证 而年轻的黑子哥正在制作弓箭 这是每一个哈扎猎人必须学会的技能 房子旁边摆放着羊角 这是他们狩猎成果的象征 准备好第二天狩猎的事情之后 他们还会围坐在一起开小型的演唱会 虽然他们还是原始不落 但是也有着自己的文化传承 你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吗 对应 对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